根据传统的中国针灸疗法思维呢 人的头皮的神经末梢部分 是与手指有相连的哦 所以啊 假如你每次摩擦指甲的时候呢 都是会刺激头发生长的 因为啊 如此做是会增进血流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摩擦指甲这个动作 也能够有助于防止掉发的发生 说到效果的发挥呢 则可能也许是要花费个大约三到六个月 才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哦 不过啊 这个重点是要规律进行 有个令人惊讶的点则是 这个简单的动作 甚至能够阻止头发过早发白呢 因为这全都要归功于 增进血流的这个核心重点 你如果每天摩擦指甲的话 那么有可能注意到的 另一个正向改变则是 原本不再活跃的毛囊 真的会重生呢 请不要预期 你开始摩擦指甲的第二天 就会有任何改变 不 这个过程是需要很久的 久到长达九个月以上 不过呢 成果呢 可是很值得的哟 做法呢 就如下所书哦 首先呢 要呈半握拳状 然后大拇指要朝外 指甲在互相碰之后 要有力地摩擦个五到十分钟之久哦 这个人称巴拉扬美法瑜伽 假如做对了就很有神效呢 如果你很爱瑜伽的话 那么也来试试这些协助头发生长的体位法吧 最好的或许是站立前弯的体位 站直 双腿确实病隆 吸气进去 吐气的时候 要往前弯 并举起双手 你的手指呢 理想上的话 要碰到地板哦 不过呢 对于刚开始练习的人来说呢 可能是碰不到的 不过那也没关系 你练习越多 就会越柔软灵活 如果碰得到的话呢 那么 请把手放在脚跟的后面吧 正常呼吸 并停留在这个体位 真的啦 等你准备好要起身的时候呢 吸气并慢慢起来 在做这个体位法之前 一定要暖身哦 山市这个姿势 可是瑜伽活动的好开场 而且也有助于强化头发哦 其中的秘密是要脚趾并拢 而手臂要与身体对齐 呼吸是关键 吸气的时候 要把身体给拉长 吐气的时候 要把肩胛骨给收回来 虽然这样子是蛮简单的没错 但是呢 这确实会运用到主要肌肉 并且对于消化系统很有益 而这又会为头发 供应养分 消化不良的问题 与压力问题 都是很会诱发掉法的哦 金刚做法 有助于减少压力 同时也能够让肠道 更加健康 其做法是 正坐在地 把腿伸直 确保脚跟并拢 把手掌放在身侧 让心向下 双腿内折 然后再把双手 给放在大腿上 要放松 并且要深呼吸 等你准备好 结束这个体位法的时候呢 请回到原本的位置 伸展双腿 顺带一提的是 这是唯一一个 可以在饭后 进行的体位法哦 另外 还有一个能够协助 血液循环到头皮的体位 叫做抬腿式 这个呢 是超简单的啦 躺下来 把手掌放在地上 手臂沿着身体伸直 好好地伸展身体 然后 慢慢地把腿给举起来 这个理想的角度呢 大约是45到60度 要保持这个姿势 可能还蛮辛苦的 不过你应该 至少持续个一分钟哦 血液循环 对于头皮来说 很是关键 因为这会提供养分 如果有受到滋养的话 那么头发呢 就会长得比较快 而且绝不会干燥 瑜伽是很棒的方法 不过呢 能够自然协助 头发生长的方法 还有很多哦 薰衣草油对于头发 那可是大大的有好处哦 甚至啊 还能够协助 对抗季节性掉发的问题哦 在洗发精或润发乳里面 加几滴薰衣草油的话呢 就会看到差异呢 别直接把油给倒进瓶子里 油很可能会直接分离掉 也绝不要直接给抹在头皮上 请把洗发精跟油 都给放在掌心上混合 假如呢 你在一般的洗发之后 用除菊茶清洗的话 那么这对于掉发 也是有帮助的 利用化妆棉来敷它 也能减少眼睛浮肿 这对于想要冷静下来的人 也是有益处的哦 甚至呢 如果你的猫 最近玩得太暴力的话 还能够协助愈合抓伤呢 这要归功于它的抗菌与消炎特性 不要低估头皮磨砂膏 因为这真的是有助于血液的循环 你在店里买到的那些 多数都是盐巴做的 不过呢 这对于敏感性肌肤可能太刺激 尽量自己做吧 混合两汤匙糖 一汤匙椰子油 和一茶匙醋 理想上的话呢 是用苹果醋 加几滴精油也很好 薰衣草 迷迭香 柑橘 不过得要先确认 你不会过敏才行哦 所以 我们非常建议做搬贴试验 先把这个混合物涂在头皮上 然后按摩个几分钟 然后如常洗头 每一两个星期使用一次 椰子油也可能是受损发烧的好帮手 如果你感觉到 不论自己的头发有多长 它就是不继续长了 那 这表示头发其实是发烧断了 椰子油不只能预防断裂 也能滋润并软化任何发质的头发 另一个天然配方呢 则是芦荟 这不只对头发很实用 连对肌肤也是哦 芦荟能够完美舒缓 并阻止掉发 你只需要把芦荟胶 直接涂在头发和头皮上 静置一段时间即可 一顶玉帽 就能让头发美到认不出来呢 你只要带着过夜就行了 或至少几个小时 热量在头上这个类似温室里 会累积起来 并增加皮脂产量 你第二天早上得要洗头 不过肯定值得 因为皮脂能够滋养头发 那效果是无与伦比的呢 不过呢 热不一定对头发好哦 有时也要休息一下才好 别使用造型工具 并选择风干就好 虽然说这样会花比较久时间 而且成果可能没有像 你用吹风机或整发器之后那么好看 不过呢 头发时不时就会需要这样的休息时间哦 你睡觉的方式也是大有关系的呢 要是你有个超级舒适的枕头 那么请确保枕套有经常换洗哦 因为这会累积许多细菌 而细菌可能会伤害肌肤与头发 你也可能会想要试试丝纸整套 因为这不会伸展到你的肌肤或头发 也比较不会让头发和皮肤干燥 因为丝比绵不吸水 假如睡觉醒来的时候 要在解开干燥打结的头发时 这听起来就像你的日常对话 那么为了你这头毛啊 你或许会想要试试别用枕头睡觉看看哦 毕竟我们每个人晚上总是都会翻来覆去的 而你每次做噩梦或是试图要入睡时 你就把头发在枕套上摩擦呀摩擦的 这可导致断裂呢 至于头发这玩意儿呢 另一个万万不可的选项 是在还是湿的时候去睡觉 这不只会造成头发损伤于打结 而且也很不卫生 每次洗头的时候都请认真的按摩头皮 这没什么好复杂难懂的 就只是把手指在头皮上做循环按摩的动作而已 你冲早时越是按摩头皮那就越好 这可不只是按摩而已哦 也是要能够冲掉洗发精 如果啊 你的头发很快就会变得油腻的话 那么这可能表示 你用完洗发精或润发乳后 并没有好好地给冲洗干净哦 生物素是头发生长所必要的 不过呢 你不用买补充剂 有时只要调整一下饮食就足够了呢 假如啊 你在餐点中添加了鸡蛋 全麦 奶类 坚果和精益蛋白质 如肉品的话呢 那么这样可能就很足够了呢 请记得哦 真的能够消化牛奶的人 那可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体内有特殊的酵素 会分解掉牛奶中的糖分 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许多人们就把这种酵素给用完了 而这种糖成为乳糖 所以无法消化它的成年人们 就是有乳糖不耐症 世界上呢 大约有68%的人口 是无法消化牛奶的 骨头汤是优异的维生素来源 不论是对于头发还是肌肤来说 都是哦 这富含胶原蛋白与生物素 此外啊 根据中国传统的药学来说的话呢 肾脏是主宰头发的 而骨头汤呢 则是能够强盛补身 不论你住的地方气候冷热 如果你想要法斯动人的话呢 那帽子可是很必要的 冬天零下的温度会损伤毛囊 所以你可能会开始意外掉法 糟糕 直接曝晒在阳光下 那也不好 因为太阳会让头发和头皮都给干燥掉 所以戴上帽子吧